字幕提供 阿賢, 昨天你不是說過嗎? 除了要留意數據之外 更加要留意各個馬房的策略和部署 是呀, 那有什麼問題? 這樣問就當然想了解多一點 你今天說什麼我聽了沒有? 其實你又好像心急了一點 看你的樣子已經完全進入備戰狀態 不, 應該再進一步是作戰狀態才對 但是真的, 你數一下手指 還有一個多星期, 馬桂就開羅了 現在不急, 等什麼時候? 當然這個時間就要進入作戰狀態 這麼好鬥心的確值得學習 那, 給你一些好資料 讓你可以出奇製成 是不是真的可以出奇製成? 肯定是, 不如這樣 就留意各個馬房的馬策報名部署 有時候部分賽事的報名馬匹數目不足 就會延遲報名時間, 讓多點馬匹加油 有些練馬師會特別偏好 在這種場合出擊 上季派出最多延遲報名馬的 是姚本輝 當中化功之勝 上季兩次延遲報名跑 拿到一罐一啞, 兩場都入圈, 值得留意 全季搖本輝有38匹延遲報名馬上附 成績是五罐五啞四季 勝出率和上名率都比馬房的平均表現好 相反, 同樣是有較多延遲報名馬的 葉楚行和鄭俊偉 在這方面的成績就一般了 接下來看到他們的延遲報名馬 就要小心一點 延遲報名可能是練馬師看得對形勢 希望後發才知道 但有些馬房就喜歡部署馬匹 匆匆再出 甚至是在連續兩個賽馬日上陣 在這方面 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馬房 就是方家柏 近三季 他一共有23次部署馬匹打踏跑 當中打踏跑第二場的成績 遠比第一場好 如果第二場是谷草賽制的話 勝出率還接近四成 上季百里拍檔 就在三月中, 連續兩期出賽 第一場是在沙田跑 即是跑第七 四天之後, 去到快活谷的表現 就脫胎換骨, 成功開齋贏馬 大家接下來如果看到他有這樣的部署 就不妨等第二場才捧場 除了方家柏之外 苗里德和鄭俊偉的打踏跑馬匹 成績也是很厲害的 不過還是跟方家柏一樣 第二場的成績遠比第一場好 苗里德馬房上季的自尊菲菲 曾經兩次打踏跑 兩次都是以第二場賽事的成績好一點 分別跑到第三和贏馬 而鄭俊偉打踏跑的馬匹 次數雖然不多 但這些馬第二場的上名率超過七成 相反, 如果看到蔡漢馬房的馬匹 打踏報名的話 就不要抱太大期望了 九次之中, 一共有十多場賽事 即是獲得一雅一軌 遠遠低於馬房的整體表現 除了打踏出賽 連馬師也會安排馬匹出賽之後 立即再報名 雙隔一個賽馬日再次上陣 這類馬就要留意何流亂 他的第二場賽事的勝出率和上名率 都比馬房的整體成績高超過一倍 如果第二場是菊草賽事 上名率更高達九成 就像上季的福起一樣 一月中, 在菊草的1650米賽事 跑第八 第二天, 他立即再報名 跑之後一個星期的菊草賽事 結果那場就贏馬了 接下來真的要留意 何良會不會繼續有這樣的部署 另外, 在多項數據 都經常提到的苗麗德 他曾經試過安排剛贏馬的紅心馬主 和多多星 跑完之後立即報名 雙隔一個賽馬日再上陣 結果兩匹馬都能順利取勝 大摩和賀賢近三季 都分別有兩匹馬做過類似的部署 同樣真的得到一貫一雅的成績 以後看到這三個馬房的馬匹 贏完之後, 立即再報名參賽 就一定要撐住了 原來只看報名表 都可以看出這麼多不同馬房的部署 有些喜歡以快打慢 也有些希望是後發才知的 沒錯, 我們細心留意過鐘的玄機 情況就像練馬師的部署 其實他們每一步都經過精心的計劃 接下來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就是留意這張卡 為什麼要拿一張黃牌給我? 我犯了虧嗎?還是你不讓我走? 其實我不是說盤棋, 而是說下一項的數據 其實你已經在馬圈一段日子了 沒理由留意不到報名表達一個重要環節 我知道, 你是說馬房的黃牌馬 每個賽日, 每位練馬師 都可以幫兩匹報名馬打黃牌 黃牌馬會有較高的出賽次序 方便練馬師在這些目標馬匹 爭取勝算較高的場合上賺 大部分練馬師的黃牌馬成績 都比馬房的整體表現好 以上季來說 冠軍練馬師大摩的黃牌馬 有接近一半可以跑入前三名 成績是各個馬房之館 當中又以填草黃牌馬的勝出率最高 至於大摩填黎的黃牌馬 勝出率雖然偏低 但賞名率高達六成 好像心歡笑一樣 五次打黃牌報名都跑入前四名 而沒有打黃牌的三次 全都輸了 證明黃牌是大摩其中一個出擊信 贏得大摩黃牌馬最多的 當然是他的主帥白德文 不過他的勝出率和賞名率 都不及得盧愛德這位50歲的猛將 可能是由於盧愛德可以做較輕的範圍 所以大摩不少輕磅馬都會交給他操刀 好像季美的黃牌馬 勝利之聲和天賜福聲 他們的負磅分別是115磅和114磅 兩匹馬結果都在盧愛德誇下取勝 另一位值得留意的就是蔡若翰 他的黃牌馬成績和大摩差不多 分別的是蔡若翰的黃牌馬 很少跑第三名 賞名的數字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名 這個情況在田草更加明顯 四十次賞名之中 只有三次是跑第三名 相信接下來看到蔡神仙的田草黃牌馬 大家都懂得用對應的策略去捧場 上季蔡若翰田草12米和田草14米賽事 分別有六匹黃牌馬勝出 在這兩個路程 他的黃牌馬入票率接近六成 接下來這兩個路程 都一定要留意他的黃牌馬 之前提過大部分馬房的黃牌馬成績 都會比馬房的整體表現好 但也有例外 上季胡森只有五匹黃牌馬能夠順利贏出 勝出率只是3.3% 在快戶局六十四匹黃牌馬 更加是一匹都沒有贏過 即是得到兩下兩季的成績 接下來這一季, 看到他的黃牌馬 還是緊張之好 詩姨妹, 我們今天也說了幾個馬房的部署 來到這裡, 你究竟有什麼還想問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 是 但我現在想不起 想不起?沒理由的 你也做了一季的膽識個人 其實報名表, 程序也說了七七八八 依你的經驗, 報名之後的步驟 又會是什麼呢? 報名之後, 報名之後就有排位 知道檔次, 接著就有騎士配搭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就是說騎鏈合作, 是不是? 我做了一季的賽前節目 也留意到每一個馬房 都有他自己喜好的騎士配搭 而這一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署 對了, 詩姨妹, 你真的進步了很多 不如這樣, 我們就說騎鏈的配搭吧 除了打黃牌之外 騎士配搭 都是馬房部署的其中一個關鍵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 蔡若翰、高東尼配偉達 又或者是方家柏、何妍配柏寶之外 上季還有幾個騎鏈組合的合作成績 是相當出色的 首先說說華籍一哥姚本輝 上季幫他贏馬最多的騎士是黎海榮 不算在中山競馬場 贏日本短途馬錦標那場 他們都總共贏了16場的本地賽事 當中以黃牌馬的成績更加厲害 有一半能夠跑入前三名 至於上季表現同樣出色的 還有苗里德和卓里 苗里德和千王卓里 在兩個場地的一千米賽事 合共贏了九場頭馬 把握科研精英 三度在谷草的一千米賽事勝出 兩個場地一千米的勝出率 超過三成半 卓里又會不會覺得自己 真是一千米賽事的專家 我自己覺得可能是一個巧合 其實我在南非 都贏過好幾場三千二百米的一級賽 亦經常在千二米賽事有好成績 不過既然大家發現了這麼有趣的數據 我會繼續在一千米的賽事 爭取好表現 謝謝 另外,葉草雄上季和何宅堯 以及當時未畢業的梁家俊 兩位合作的成績都相當好 接下來這一季 他有自己的徒弟吳家俊幫忙 看看他們能否延續這個佳職 應該會,因為他有十磅的優勢 而且我一直訓練他 一直做得很好 他一直在進步 但是比起香港的水準 還未到水準的級數 但是他會越來越順暴 雖然徐宇石和潘俊給人的感覺 是冷熱兼備 無論什麼賠率的賽區 隨時都有好表現 但他們兩個人的合作 就一定要越熱越好 這個組合的熱門馬匹 有超過六成的賞明率 值得大家支持 而冷門馬當中 兩次爆冷頭馬都是來自甘子晶 日後看到甘子晶配潘俊的話 就要留意了 師奇妹,你的樣子都皺眉頭 是不是有什麼事? 難道你承受不了猛烈嗎? 不是,有點遺痛而已 可能下個星期就馬桂開羅了 有點緊張 有一點緊張可以,我真是被你嚇倒了 但你還可以繼續跟我們一起搶雜嗎? 當然可以,我受不了 這也是我訓練心理質素的其中一部分 這樣就行了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還有很多猛料送給大家 有什麼內容? 一字記之約,新 新?新星我們說過了 不如下個星期我們介紹一下 新的念碼師和新的騎士 好,那就約定大家 下個星期記得貼著我們搶雜的破舊立新 下個星期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